喂喂 王的女人 谁感动 作者 蔫花惹笑 我讲 一刀租租一种侃侃 后期 鲜血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哦 第七百八十八集 其实 木木要答应锦衣男子并不难 从她隔空取剑那一招 大家就能看出来 她的内力是绝对的强悍 但是 她对自己的容颜 却真的可以忽略到如此地步 为了节省时间 一招制敌 连自己的脸刺破也不在意 虽然只是小伤口一到 很快就能恢复如初 但是如今在公主的面前 一张脸却始终是有了瑕疵 她就不担心自己的容颜 会被公主嫌弃吗 台下众人一个个目瞪口呆 久久无法回神 安保也是一阵心疼 最见不得绝算美男子受伤 尤其还是那张得天独厚的 俊一脸孔 凤久儿盯着木暮脸上的血痕 心头还是狠狠被揪了一把 她有种颓废的冷 对自己的身子 竟真的可以毫不在意 就像是只要达到目的 自己这身躯受到任何伤害 都不会放在心上那般 这家伙从前到底经历过 什么样的打击 或者心里有着什么样的绝望呢 为何如此不珍惜自己呢 木暮转身 朝凤苍穹和凤九儿拱了拱手 便潇洒退场 依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安静喝茶 刚才的一战 仿佛已经被她彻底抛之脑后 在她的人生中 也丝毫激不起浪花 至于脸上的伤 也不过是随意以衣袖抹去借记 便不再理会了 台下一干人心情复杂 气氛莫名有种沉郁的感觉 直到安保公公宣布下一轮比试 这样的沉郁才稍微被解开了些 第二轮 剑衣对上萧继大将军的大公子 剑衣的招式根本不是大公子能比的 刀光一赶便逼得对方毫无招架 赢 预料中的是 不过 能赢得如此轻松 两招之内制胜 还是让凤苍穹眼前微微亮了亮 萧继大将军府上的大公子 凤苍穹原本给他留了一席之地 但这位大公子心高气傲 并不愿意走后门 非要亲自来参加比试 大概是想要在公主面前刷一把威风 没想到竟然是两招之下就败给了对方 这下 威风没有耍到 倒是丢尽了颜面 大公子下去的时候 凤苍穹看了安保一眼 安保点点头 自然明白皇上的意思 萧继大将军手握兵权 是皇上要拉拢的人物 所以他的大公子就算落败 也必须得要在公主殿里留上一席 武士第一轮 八十余人只剩下四十有二 第二轮结束 又只剩下二十人 新一轮抽签开始 静一有种很不好的预感 看到木木将红牌子拿起来的那一刻 她眉心也皱了起来 看木木对方的视线也落在了她的身上 虽然一句话不说 但是她知道 木木抽到的就是一号 静一看着小太监送到自己面前的牌子 眉心皱得更紧 前头那些人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对手 也就是说 剩下这两只牌子 其中一只和木木是同牌号 之前担心的事情果然还是要面对 一半的几率和木木只能二选一留下 静一无奈伸出了手 却在快要将红牌子拿起来的时候 高位寓意上 凤九儿忽然道 父皇 我要那个白发的男子 凤苍穹瞅了她一眼 九儿也是无奈 总不能让剑一和木木真的打起来 原本是打算若真的抽到一起 她就将剑一召回来 毕竟剑一是她从公主殿带回来的 就算现在召回去 也没什么 剩下的二十一人 总归是要多出来一个 不打便不打了 但看了木木几场下来之后 她就有点焦急了 能到最后一轮的 全部都是高手 不是怕她赢不了 而是担心她还是和之前一样 根本不在意自己的身子 如今的木木 身上带着点伤 虽然都伤得不重 但是这些伤她原本可以避免的 只要愿意多花点功夫 要赢刚才那两轮的对手 真不是什么难事 可她就是图快 一点小伤小痛 对她来说根本无关痛痒 为了快 宁愿受伤 到了这一轮 剩下来的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再让她留下来 谁知道还会受什么伤 她实在是见不得 这家伙如此轻视自己的身子 这一轮不是多了一个名额吗 凤九儿迎上凤苍穹的目光 笑着说 我喜欢这个白发男子 父皇 我要请他上来喝杯茶水 公主的甄选盛会 公主说了算 凤苍穹一摆手 安保立即道 请沐沐公子上来陪公主品茶 沐沐看了凤九儿一眼 才举步朝高位席上走去 静一松了口气 剩下的红牌子 也就不用翻开了 她和剩下的那一位 自动匹配 还以为公主带你出来 会对你格外照顾 没想到公主细心研究这么快 就找到新的侍重了 那位与剑衣配成对手的男子 勾起唇笑得不屑 剑衣连看都不看对方一眼 压根就不将这些挑拨离剑 放在心上 那男子冷哼道 你这是同的玩物 看本公子 等会儿如何将你收拾了 剑衣还是毫无回应 对方就像是一拳打在海绵上 郁闷得要死 高位席上 木木走到凤苍穹的眼前 微微轻深 参见皇上 态度算不上恭敬 却也没有不敬的意思 安保不知道怎的 突然就想起上午的战青城 这两个人的气质 似乎有那么一些相似 不过战青城是霸气侧漏的类型 至于木木冷淡 漠然却不傲 凤九儿 有点等不及了 立即招了招手 你过来 坐我身边 公主这脾性 一点宫中的礼仪都不会 也幸亏皇上足够宠溺 要不然 必然会受惩罚 不过 这样的九儿公主 倒是和那些 规规矩矩的姑娘不一样 这性子 倒是让人喜欢得紧 台下众人 想要抢夺公主的决心 空前高涨 凤九儿 却只是看着 走到自己身边 坐下的木木 立即从随随携带的小包里 将一只绿色的瓶子掏出 你怎么回事啊 脸长得这么好看 怎么能随意让她受伤呢 凤九儿看了她一眼 将药膏粘在指头上 轻轻抹在她的伤口上 真要是毁了容 我公主店可不收留你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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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